所以我说我是个比较怂的舆论工作者 我一般要说之前 我得看看风势 我说这事能说吗 然后我一下子我看到 网上绝大多数的人 都反对这个砸车的 然后我就看到 不管是中央媒体 各种媒体 好像都在谴责 我觉得这我能说了 可是也没必要说了 他们都说了 但是我倒想到 所以说我想说点不一样的 这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中国人民 现在也是表了态了 对吧 说那天徐子东在这的时候 甚至是军事上 我们沙盘推演也都推演了 今天正好夜谭在这 我倒要问问你 这个经济 说经济制裁管用不管用 或者说会不会经济制裁 或者说中日之前 经济上的依存关系 这你给我们传传 现在那个已经经济制裁了 其实是 我们还在讨论要不要制裁 已经制裁 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表现在资源方面 你想想看 我们10年9月份的时候 好像是 当时这个因为摩擦的事情 也是那个稀土出口 就一下就降了 降下来 中国的杀手锏 就是资源 中国出口到日本的 大宗资源 稀土 煤炭 然后稀土下来了之后 它可以从别的地方进口 比如从马来西亚 那些地方进口 但是它的重稀土 你比如说 有一些永磁 磁性的材料 只能从中国进口 中国它对中国 依存度是90% 所以一旦这个中国 大规模的扼杀的话 对日本的冲击 确实是比较大 然后还有 那能干吗 你听着呀 还有一个是煤炭 煤炭呢 我们已经这个 从七八年以来 每年跟日本关系很好 然后每年跟日本 有个长鞋价 我多少煤炭出口到你这 我们这个市场上不知道 但是业内都很清楚 每年固定多少价格 谈好 然后出口到日本 现在这个长鞋的会议取消了 就最近 煤炭的会议也取消了 所以你说煤制裁 其实从资源上来看 已经打响了 已经打响了